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制作日本经典动漫游白书 预期2023年开播 时到后期更陆续公开演员剧照 只不过造型却引发网友粉丝吐槽 为亮相的主角 饰演飞影的本乡奏多 崩坏的绷带头套造型网友炸锅 不但算是演员得罪化妆师吗 名主角的扮相终于援助 粉丝还可以接受 不然没想到翻版成连续剧 主角造型打崩坏 网红伯恩看不下去 用两个口罩和法胶 第三本完成真人版飞影扮相嘲讽 就连泰国地震门COS网红也参战 拿取几张头发 扮演还没亮相的桑圆 反而获得网友好评 甚至台湾网路还流传一张 集合港台最像幼幼白书里头角色的 隐形恶搞P图 包括吴奇隆和奇形当时的妆法 都像极了漫画中的角色 拍美成的中性韵味 已经辞世的大傻春归安 也让人马上联想到藏马和桑圆 虽然这回真人版的角色 还没完全公开 只不过目前看来 又让粉丝买单难度恐怕很高 三连新闻文明镜报导